每时每刻爆点你想要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龙二 前几天一加官位放出预热海报 暗示将会在今年夏天发布全新的一加手机5 一加手机一向都有着超高的性价比 所以相信一加5也不会例外 按照分析师潘九堂的暗示 一加5将会成为全球首款那只8GB内存的手机 同时还将会搭载顶级的骁龙835处理器 当然这个8GB应该是高配版专享 常规版本应该还是会维持在6GB的水平 而在外观方面 现在有外媒放出了一组一加手机5的高期卷染图 图中我们看到一加5正面的设计变化并不大 改变主要集中在手机背面 配备了纵向排列的双摄像头 但闪光灯看上去仅仅是单色纹 此前的天线条也在一加5上消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一加5上我们还看到了红色以及蓝色 这样比较鲜艳的颜色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亮眼啊 当然话说回来 目前这些也仅仅是大家歪歪出来的一加5 至于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姿态 展现在我们眼前 还是做等官方的发布会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好玩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和围角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